被爱毁掉一生的美人 珍姬 抬起头了 跟我走 这位倾国倾城的美人 就是袁绍的儿媳妇 珍姬 珍姬本名珍福 人美心善 还擅长音律 曹操攻破夜城后 美人沦为战利品 曹皮比父亲 抢先一步将珍福娶回家 虽然一开始是我教你 但我曹皮发誓 此生一定爱以后 君不负我 我必不负君 两个人度过一段恩爱的时光 可随着曹皮称帝 后宫大的美人越来越多 曹皮对珍福也越来越冷淡 而这个时候又传出谣言 曹植洛神父中描述的 绝美洛神就是珍福 你这么喜欢读诗 一定非常爱慕我 那七步成诗的弟弟吧 陛下不再爱我 便也不再信我 珍姬无话可说 黄初二年六月 珍福被刺死 葬云夜城 希望下辈子 珍福能够遇见一个 真正爱他护他一生的良人吧